我们再来梳理一下这个继承小节 我这里列出123456789 还有一些点呢 我们可能上一小节是没有强调过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点继承是发生在多个类之间的 这是一定的 一定是有子类跟负类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第二点继承使用的是关键字叫extend 这也没有问题 第三加瓦只能允许单继承 只能单继承允许多层继承 不允许多继承 什么东西允许多继承的呢 C++允许 因为加瓦也是从C++里面演换过来 是吧 C++是可以多继承的 继承多个类的 可以有多个叠 可以有干叠 可以有各种叠 很乱 很乱 特别乱 在运行的过程中 它就非常之复杂了 所以加瓦为了简化这个过程 所以只允许单继承 但是它允许多层 有层次 是吧 负类可以有负类 负类还可以有负类 这么继承 被继承的类叫负类或超类 继承负类的叫子类 或者派成类 是吧 我们说过了 第五点 在负类中的非私有属性和方法 可以被子类继承 注意是非私有属性和方法 可以被子类继承 刚才说是 不能继承 私有的 是吧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第六点 Protect 受保护的访问 这个修饰服 那么呢 是修饰属性和方法 可以被子类继承 这个上面说过了 第七 构造方法不能被继承 我们前面也给大家演示了 构造方法 它会先调用负类的构造方法 再调用子类的构造方法 是这意思吧 就这么去调用关系 八点 创建对象呢 会调用构造方法 调用构造方法 不一定就是创建该类对象 不一定就是创建对象 创建对象 就是调用 这两者不要吧 好吧 不一定是创建对象 这是怎么来说呢 跟这个道理一样 你看 我现在创建对象是什么 new new一个 home dog 那创建了什么对象 home dog home dog 对 你new谁 就是创建谁 是吧 就创建谁的对象 那dog的构造方法 是被执行了 对 被执行了 创建了dog对象吗 没有 没有 是吧 所以创建对象 一定是会调用构造方法的 那调用构造方法 不一定是创建对象 这些话是不能 反过来说 这是两句话 是吧 这个不能说是不肯逆 是吧 对 这句话叫不肯逆 好 所以这就会产生在子负类当中 是吧 那负类构造方法 确实是被调用了 但是它目的是未来 干什么 初始化数据的 是吧 不是用来创建对象 OK 这个点 大家注意一下 第九 实力化子类对象呢 会先调用负类的构造方法 如果负类中 没有默认构造方法 那么子类啊 必须显示的通过 Super 来调用负类 代参的构造方法 Super 也只能在子类构造方法中 第一句这一点我们前面没有讲过 对没有提过 我们再演示一下啊 嗯 再演示一下 好 假设说 现在我的道具里面是有一个默认带参的过 默认无参的过的方法 是吗 嗯 假如说我在这个道具里面没有这个无参构造方法 我只有一个啊 有参构造方法 嗯 并且是带 两个参构的 是吗 嗯 我要把这个值啊 给接过来 是吗 嗯 现在是没有无参的了 对 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负类中有无参的 那么 不管你怎么调 他都会调这个 默认的 默认无参的 是吗 嗯 现在没有默认的 那这个方法应该怎么调用呢 Super 这个方法怎么调用呢 哎 我们编译一下看 这个地方就会报错 嗯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地方就会报错 是吧 你看 DOG构造器中的DOG应用给定的类型 无法将类DOG中的构造器应用给给定的类型 也就是说 现在就是他无法调用到那个负类的构造器 嗯 因为你没给负类构造器传参 嗯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写一下啊 当负类中没有什么 无参 这个 这个构造方法是 嗯 子类 必须 显示的 调用 什么 负类的 带 财 财 构造 方法 否则他没法执行啊 嗯 对 没法出发 反正负类构方法一定是要执行的 嗯 那怎么执行 怎么调用 啊 对 怎么调用 是吧 嗯 怎么调用呢 怎么调用呢 哎 我们用通过 Super Super是什么 Superman 超级 超级的意思 是吧 超级的意思 OK 这个类这个关键字跟Z有点像啊 Z代表是当前对象 本类对象 Super代表是 负类 负类的对象 嗯 就是我是子类 我要去调用负类的东西 嗯 是吧 显示调用负类的东西 那就用Super 啊 这个关键字去搞定 好 所以怎么办呢 在HomeDoc里边 HomeDoc里边 我们如果只传一个名字是吧 嗯 只传一个名字的话呢 那name你可以接过来 我就不接了哈 这里啊 嗯 你看一下 我就不接收了 我直接调用 注意这句话一定是要在 第一句 嗯 我是要传一个name过来啊 对 传一个name 但是我还有 sex要传吧 对 sex我没传餐过来啊 怎么办 你也得给一个墨子进去 哦 给一个子进去 必须的 哎 必须传两个参数 因为附类要求的构造方法 就是两个参数 嗯 所以你即使你这个构造方法里面 只有一个参数 你也得给它写上去 嗯 是吧 你自己也得给它写上一个墨 必须得调用负类 哎 必须调用 这个叫什么 公 公 公公狗 可以 是吧 嗯 这边如果是没写 没写你也得写 要不然就报错 要不然就报错 嗯 是吧 也得写上 那自己写两个呗 那自己写两个 嗯 是吧 比如说这个哈士奇叫 啊 哈士奇叫什么名字 哈士奇就叫哈士奇吧 嗯 行 哈士奇 是斑点 啊 就叫斑点是吧 差不多 差不多 我咱们俩 我也不是 分不清 你也分不清 这个哈士奇 我们来一个母的 好不好 行 来个母狗跟公狗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发生点什么事情 是吧 嗯 来个杂交 是吧 OK 这样写完以后 就OK了 你看 是吧 嗯 编译就没有问题了 就就可以了 哎 必须得调用 哎 必须得调用 并且这句话只能出现在第一句 跟这一句一样 跟这一句一样 这一句调用过的方法的时候一样 是吧 对 只能在第一句 也就这句话只能调一次呗 嗯 是吧 只能调一次啊 这句话也是啊 怎么样呢 可以在子类中显示的使用 super 嗯 就什么什么什么 是吧 嗯 啊 调用 嗯 负类的什么 构造方法 嗯 然后呢 只能是 只能出现在第一句 只能出现在第一句里面 嗯 这是第九点 我们要说的 那super除了调用构造方法 这跟this一样 this也是括号调用自己的 处方法 嗯 对 super就是 括号调用负类的 是吧 这个意思 好 那后面还有针对super关键字的讲解 它还可以调用别的东西 是吧 嗯 我们后面呢 会单独再说一下 啊 单独再说 OK 这是继承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九个点啊 嗯 九个给大家总结的这个九个点 好 那继承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写继承 为什么要写继承 是吧 嗯 我为什么要这么写继承 继承有什么好处 OK 第一 提高代码的复用性 嗯 提高代码的复用性 什么意思 你看 我在这时候有个eat啊 嗯 如果我狗我想吃饭 狗也想吃饭 狗能不能吃饭 能 直接钓用就写了 加狗能不能吃饭 能 能不能钓用 能 看一下 能是吧 不用再写了 是吧 哎 这叫代码的什么 重用 重用 吃饭嘛 嗯 是吧 吃饭 他就把这个方法给继承下来了 因为他是非私有的 对 非私有的 我们直接可以继承 就把这个eat的方法当做是 homedoc的自己的一个方法 去使用 明白了吗 这就是你不用重新写这个方法了 是吧 哎 就基于这个类 我可以在这个类上进行 就可以重复使用 所以这一点就是 这个提高代码的复用性 是吧 第二个 提高代码的维护性 这点怎么去说 怎么去说 什么叫维护性啊 只修改负类的就行了 是吗 嗯 如果想修害的时候 只修改负类就行了 哎 也可以这么理解啊 也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 我这些子类 大家都有吃饭这个方法 是吗 吃饭这个方法 那如果他们的方法都是统一的话 对 我们从这个点出发 那我只需 我这个方法里面 只有吃饭这个方法 是吧 嗯 吃饭方法 那如果 如果啊 其他子类里面 如果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这个吃饭的话 你可能每一个类都得改 对 改一个代码 因为这段代码可能是 所有子类都相同的 对 我让他吃点别的 对吧 都相同的 那你要改的话呢 只需要改一个负类就行了 其他子类是不是都一起改了 嗯 一起变了 如果大家代码都相同 代码即使啊 是相同的 你在每个子类都自己的 那你改的时候呢 每一个都要改 对 是吧 从这一点出发 这就是维护嘛 嗯 但是不不单单是这一点啊 现在我们只能举这么一个例子啊 对吧 嗯 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 就来体现这个维护性的问题 当然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这个方面 其他方面啊 嗯 现在来说呢 可能我们还 还不能说得那么透 嗯 是吧 因为还有好多依赖其他的支持点 来去 来去 消化这个问题 好吧 OK 先大家先这么理解 就可以了啊 这是维护 第三 让类与类之间啊 怎么 类类之间 是吧 除非这儿啊 产生关系 是多态的前提 嗯 多态的概念 我们还没讲 是吧 嗯 还没讲 产生关系 怎么样产生关系啊 复合子 肯定有关系 蛇子就是关系嘛 就这个类跟这个类 是一个子负关系嘛 嗯 对吧 他们产生关系 OK 好 是多态的前提 是什么意思 多态 什么叫多态啊 我们后面 马上要讲多态这个概念啊 嗯 多态 我们简单说一下 就是一个对象 嗯 他在不同的时候 有不同的形态 嗯 有不同的形态 就比如说 比如说 你 嗯 是吧 在你媳妇面前 我前面说过了 嗯 男朋友 在媳妇面前 怎么是男朋友 老公 那看来是没结果婚了 好 不怪你 在你女朋友面前 你是男朋友 嗯 是吧 在你女朋友的儿子面前 嗯 那不好说了 这是什么 未分先欲 是吧 我们就不说这个 在你爹面前 儿子 你是儿子 在你爷爷面前 孙子 你就是孙子 是吧 你看不同的时候 你有不同的角色 嗯 这就像 不同的形态 嗯 人在社会上 有不同的形态 是吧 嗯 好 那怎么 把这个东西 对接到我们的代码里面来呢 好 针对这个狗来说 针对这个狗来说 这狗 家狗 他在 如果这个狗是家养的 那他就叫 家狗 他的形态就是家狗 嗯 如果这个狗 是一个宠物 嗯 是个哈士奇 嗯 是吧 哎 他可能就是个哈士奇狗 嗯 或者是狗 是在山里面跑的 那他可能是个野狗 对 他就也就不同的这个环境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形态 他有不同的形态 他有可能是家狗 有可能是哈士奇 有可能是这个野狗 是吧 嗯 就不同的 这也是他的不同形态的这个一个表现 啊 我们后面呢 在讲这个多态的时候 再去详细的介绍这个问题 嗯 好吧 这是继承的一个好处 当然继承也会带来缺点 缺点 什么意思 增强了类类之间的偶合性 嗯 偶合是什么 偶合就是关系 偶合就是连在一起了 嗯 连在一起叫偶合 有关系了 哎 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之间 偶合性很强 偶合性很强 是吧 什么叫偶合性很强 就太黏了是吧 嗯 太黏过你了是吧 嗯 对不对 就是说两个人东西偶合太强的话呢 就是就是依赖太太紧密了 对 比如说你的心情可能会影响到他 嗯 是吧 或者说 呃 你的收入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消费 嗯 对不对 对 就是你他太依赖于你嘛 他跟你偶合的太紧密 是这个意思吧 嗯 OK 这是 继承的一个缺点啊 继承缺点 所以呢 我们未来在使用的时候啊 我们后面还会介绍 如何去善用这个继承啊 嗯 善用继承 也不能过度的去使用继承 OK 好 呃 这一点我们先提到这儿啊 先提到这儿啊 后面我们会再详细的去阐述这个问题 好 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开发原则 开发原则就是 呃 类似于我们在面向对象设计的时候 是吧 嗯 我们要达到啊 有一个词叫高内聚低偶合 什么叫高内聚啊 就是内聚就是自己干自己的事 就是你自己完成的事情的时候 不要太依赖于别人是吧 嗯 就内聚嘛 就内聚你自己尽量自己能完成 就自己完成 嗯 是吧 啊 具有很高的独立性 嗯 叫高内聚是吧 低偶合就是什么 就是关系少点 对 就是关系跟关系的时候 不要太多的联系 有联系也只是通过一条线去联系 就像我们在公司里面一样啊 有前台专门负责接待 所有人都很多人从前台接待完以后 然后再对接到各个业务部门去 嗯 你不能说 我跟这个公司的这个张三有联系 跟这个公司的李氏 三毛什么人都有 太乱了 太乱了 关系很乱是吧 你可能 对 你可能只对接一个人就行了 对接你的这个业务人员 嗯 是吧 其他业务具体的怎么操作 可能有那个业务员在去对接 这个开发人员 嗯 是吧 开发人员是不会跟你直接对接的 是吧 嗯 他甚至连不认识你 对 嗯 啊 这就是我们说 关系 产生关系的时候 去联系 不要太多 是吧 所以说要低偶合 嗯 不是没有偶合 有偶合 但是是要降到低偶合 OK 好 这是这个点啊 这是这个点 呃 继承的小结 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点 就是子类的实力化过程 前面我们已经在 6对象的时候 我们已经 呃 说过 说过 感受到了是吧 我们再处理一下 你看啊 在子类进行实力化操作的时候 首先会让其负类 进行实力化操作 这个负类应该不叫实力化操作 是吧 嗯 让负类呢 进行初始化操作 初始化 这可能不太严谨 是吧 嗯 不太严谨 我们就说初始化操作 是吧 初始化操作 之后子类再进行实力化操作 嗯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子类实力化的过程呢 就是子类实力化时会先调用负类的构造方法 嗯 对 那如果负类中没有默认构造方法 那么在子类的构造方法中 必须显示 调用负类的构造方法 这是我们前面 你再强调一遍啊 Super 再强调一遍 这个过程一定要记住 结论 结论 构造方法 只是用于初始化 类中的字段 以及执行一些初始化的代码 嗯 这是构造方法的作用 相当于是 是吧 调用构造方法 并不代表会 生成对象 就像负类的构造方法 被调用一样 初始化一下 哎 他只是为了初始化数据而已 不是为了创建对象 嗯 是吧 哎 这是我们在继承里面 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后面我们会一直使用这个继承 一直使用继承啊 慢慢去熟悉它的概念 嗯 去消化它的这个作用 是吧 嗯 等等 现在呢 大家先有一个入门 先知道这个继承的语法是什么样的 它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是吧 嗯 它需要这个哪些是被允许的 哪些东西是被不允许的 是吧 我们写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东西 啊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啊 要给大家 呃 消化的东西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知悉如何去用好这个继承 可能我们需要一段时间 嗯 是吧 慢慢的在接触代码的过程当中 后面我们也反复的会用到的 嗯 好吧 OK 那么这一小节先到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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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